等等,我都是截图呢 能不能帮我拍一下再见奥特曼 再见奥特曼,当然没问题啦 谁让你是我的师父呢 我可不会告诉你 我是看着奥特曼的面子上才玩的 那个太好了 然后,我那个截图是我三个截图的 按QG可以防御哦 该说不说,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就是奥特曼了 Nice 我都还原初戴奥特曼大截局 各种隐藏截局,等你发现哦 等等,初戴奥特曼是什么 我只听过迪迦,赛文,赛罗,奥特之父 是,是哪个奥特曼称我不注意 偷偷生了个叫初戴的小崽子 再见奥特曼,游戏教程,开始游戏,结局展示 像我这种技术主播,那肯定要看游戏教程啦 长按Q键防御,攻击截盾,积攒能量值 能量值足够,可以释放技能 技能有,死排胸母光线,达分光轮,束缚光魂 啊,这个我知道,哪里亮了点哪里不就好了嘛 最后再看一些结局提示 好结局是人类发射无中力导弹,击败截盾 坏结局是,无中力导弹没有命中截盾 还有一个隐藏结局 管他什么结局呢 先进游戏看看,开始游戏 出来吧地价,哦不,出来吧初代 啊,谁呀,谁打我,变大脸呀,花了好多钱才整的 防御,哎,只要我做这个姿势,就可以抵御怪兽的攻击 哈哈,不可攻击吧,打不到我吧,你有本事来打我呀 可是你这样的话,也没法打败我 也对哦,不行,我不能当一个只会防御的奥特曼 我要主动出击,看我,无敌修修小姐圈,春几几圈 还没在防御,你有本事还手呀,你有本事来打我呀 我做好防御等着你呢,打不到吧 哎,不是说好了,哪里亮了点哪里嘛 这怎么还没有亮,难不成必须攻击怪兽才能获得能量值 那就再来一下,可恶 你跟我来弄你我,如果让我逮住你,你都抬你 哎,别打别打别打,我跑还不行吗 哎呦去,这跑步的姿势,好像我一百米考试冲刺时候的样子 一米六一米七,一米六一米七的 要,跟上来了 让你高高兽物,吃我一转 可恶,终于可以释放金箍关怀了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先来个防御,打不着了吧 再趁你不注意,看我的金箍关怀 移动不了了吧,小小的怪兽充满了大大的疑问 哎,怎么回事,你怎么能动了 笨蛋,金箍关怀是有时间限制的 接下来能让你收拾呢 防御,一直这样放着下去,也不是个事 那就和你决一死战 哎呀,这就输了 在截盾强大的力量下,奥特曼战败了 人类,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好在原本博士发明的无重力导弹 可一击击败截盾 这便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了 那我还能瞄不准吗 狗蛋吧你 打成好战区 再见了奥特曼 这,这就没了 不过该说不说,这奥特曼可真搞笑,必须得给他留个评论 等一下,如果没瞄准截盾,岂不是能触发第二结局 我倒是挺想看看,坏结局的 那就直接站着给他打 被打败之后直接捅尸 哎呀,是导弹呀 这导弹也太重了吧 我瞄不准 咋,这失败结局 就是颜色不一样啊 我还以为作者会做一个被怪兽统治的小短片呢 作者,你听懂我的提示了吗 我还以为作者会做一个被怪兽统治的小短片呢